所以等着菩萨 你看 他的问题就是最后一份 身相无名 这个东西一破 相就没有了 为此后心 以金刚之破之 啊 这是菩萨 最后一点 实在讲 这是无名稀奇 无名早破了 无名稀奇 稀奇很难断 啊 真地要有金刚智慧 啊 破 最后一片 身相无名 啊 皆不妙就智慧 他就称佛了 佛称为妙就 菩萨最高的称为等觉 等于妙就 还不到妙就 等于妙就 称等觉 谁叫补处 他后补复 若以密教 啊 啊 密教里面谈谈谈谈的呢 也就 一舍智礼 于密宗 出的菩萨之位 先得 先得 先 菩提心 自此 一时 出身 无量之三位 宗师们 见此 增长 治愈身体 啊 这是密宗里的说法 啊 一舍智礼 这个礼 用 移 来表示 佛法 常用 中国古人 也常用 啊 你看受文切词 第一个词 就是意 一身万法了 万法不利 一舍智礼 啊 一是什么 一是真心 二就是忘心 一心 能生 能心 二心 能变 啊 二心就把你变成 你看 把舍暴 土 变成舍法戒 变成 六道轮轨 忘心 能变 啊 一心 能生 不变 极乐世界人 都是一心 一心 专念 到了极乐世界 还是一心 专念 永远 不利 一心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啊 明了之后啊 我们现在就干了 现在就培养 我们的一心了 尽可能的 尽可能的 把世缘 放下 不但世缘 要放下 佛缘 也要放下 余佛 我们只守住四个词 心 这四个词 偶尽大肆 提出来 太好 简单明了 啊 真心 真心 心 希望 真意有极乐世界 心 极乐世界 真意有 阿弥陀佛 啊 这不是假的 其他都是假的 这个不是假的 这是真的 那这个幸运 获起来 就是无上菩提心 阿 那么下面呢 我们 怎么修法 夜相专念 一个方向 西方 一个目标 请进 阿弥陀佛 专念 阿弥陀佛 就对了 你看这方向 多容易 达到 之间了 这一句 阿弥陀佛 黄念楼 在 今修 解药 保恩坛里面 说绝了 阿弥陀佛 居足一切法 居足一切 诸佛 名号 居足一切 菩萨名号 居足一切 佛所说的 今天 无论大臣 小臣 闲教 闲教 全在 佛号里头 一字不漏 乃至于 舍方三世 一切祝福 无量无边的 智慧功德 也在这一句佛号 也在这一句佛号当中 你只要念这句话 全都念到了 变法界 虚空界 你们又漏掉一个 所以说佛号功德 不够死 你能不念吗 你还念什么 那念什么 都比不上这句佛号 这真的不是亚点 阿妮陀佛 阿妮陀佛 阿妮陀佛